胡言乱语 我管你试试 得罪了本宫 就得死 阿少平 怎么不动了 咋回事 难道 遥控器在这里还能用 咱试试 你的功法 你的功法 把为什么如此邪性 你还遥控器才是天卷法宝 小医生 看吧你能耐 你到底是什么教 人呢 这儿呢 累死我了 怎么操保还带有吞皮呢 喂 刷给你醒醒啊 好饿哦 我现在在家的话 再不济我也能点个外卖吃啊 哎 要是暂停键有用的话 是不是关机键 我记得回家了 我这是在哪儿 没反应啊 是他救了我吗 是你救了我 不是不是 我就是会过路的 按正常剧情发展来说 就你的人应该叫一小小 对对对 哎呀 快关机 我要回去 太乱了 嗯 哎呀 你穿西了吧 你突然这样 我会以为我在看一命的角落的 要不要 要不要 一起去跋山 你觉得我 还有机会吗 我还有机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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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姑娘 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人啊 就是个饿么脆的一三一牙 那个比饿烙成些 像个怪神的 但是 但是没饿出来 若没看到人 姑娘可否看到什么奇怪的事情 或者东西 东西倒是有一个 就是这个 我活老八十八年 充满了结果 怎么奇怪的东西了 这定是魔教的魔兽 如果找不到大师兄 为了KPI 不如我们就把这个带回去吧 那不是女主姨小小吗 记住我 看过莫千亿的预告片 知道那个女人 就是女主姨小小 她因为从魔族的手中 救下大师兄 美救英雄 两人一见钟情 所以 我要是要回去的话 必须得修正剧情才行 晓晓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是谁啊 来不及解释了 跟我走 去哪儿 去找你的大师兄啊 大师兄是谁啊 见了你的 人 我 你 你 在这儿 不是吧 这种时候 这个臭病男孩玩神异梗 编剧 我要给鸡刀片 等等 这剧情 看着呢不对啊 他们说的模糊 该不会是 我的沙发吧 出招吧 不行 按照这么发展下去 女主都死了 我还回什么家呀 刀下留人 是你 刚才让你逃走 有点本事 你到底是何方妖孽 我就是 陆剑不平 你身后的腰 你才要念了 你其他都是要念 你们合谋伤了大师兄 肯定是魔教的人 都别撞了 伤大师兄 拜托 我好心救他 他反过来给我上小白船 帮我下来哭了好不好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 不掉泪 走了 我怎么忘了 这个臭病男五师兄 从来被骗人解释的 救命啊 老娘鼓灰疾恐高啊 爸 活躁 我怎么可能不当以后的命 快救命吧 救救我 凡人 这凡人 看手吧 螺丝粉 老板 我螺丝粉加酸损 不然没有灵魂 你懂不懂 这魔物长得好 音乐沙发 正在启动 按摩听歌 舒缓身心 我现在看到了我这个蛋了 我不敢办 音乐 下一首 我怎么穿成这样了 对啊 我穿越了 我有口气呢 有口气 还好吧 还好吧 就算暂时回不去 松口气 还能靠着遥控器在这里 当个上帝眼计标 倒太浮夸好了 不会吧 不会吧 难道担腰也算呀 这外面 怎么还在放我的歌 你们在干什么 这不入了沙发吗 这魔物太狠毒了 我都要聋了 你们还真是生态性极大 污辱性极强 这肯定是魔教的邪术 轻者中伤 重者致命 谢谢你们 它就是我的毕业作品而已 说人话行不行 你小心啊 我跟你说 这魔兽太狠毒了 到底要说几遍 它不是魔兽 它就是我的杀 算了 它 它就是我的宠物 名叫沙发 沙发 那它为什么叫得这么惨啊 太饿了 它刚刚就是在问你们 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吃的 吃的 我们这儿有芒果 菠萝 火龙果 香蕉 羊桃 猕猴桃 你想吃什么 应有尽有 怎么都是水管 有肉吗 肉 肉 就是烤肠 炸鸡 大肘子 你所说的 适合我 那 烤煤筋呢 烤煤筋呢 好大的胆子 说完了 嘴员得瑟到我们天道宗院来的 等等 我话还没说完呢 嗨 五十九早啊 你们这儿有早餐吃吗 你少跟我套近我 虽然大师兄一再说你不是莫总 但是能使唤得动这种邪碎魔物的人 也绝非善赖 我告诉你 我会好好盯着你 盯我 你 瞅我干啥 瞅你咋的 你再瞅个试试 五十弟 不许欺负小十弟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欺负他了 好了 萧珍长老找你 说有钥匙相伤 快去吧 冷脸自负臭皮呢 活该当我们两代主角 你在说什么 哦 没什么 多谢大师兄出手相助 他们不该 带你和那姑娘回宗门 我们已经查识过了 你们不是莫总 为了体现宗院的诚意 决定收你们为徒 正好是招生计 也算赶上了 受徒 招生 不 不必了吧 你们考虑过我的感受啊 我确实也很不想再体验一次 什么宗什么院了 话说你们这个学院 毕业了发什么证书啊 好不好就业吗 靠不靠不靠 小十弟 你说话好有趣啊 十弟 大哥 你们搞错啊 我这一看就是个你 大师兄 干啥呀 衣服给我发错 一点都不合身 老子是男人 绝集 马上就会 很合身咯 怎么突然变成这样 羞死了 还是很合身的嘛 对了师弟 你刚刚说 刚刚说是女人 没有 我刚刚什么都没说 大师兄 您误会了 对了 我有个东西 想请师弟你看一下 不知你是否认得这个 嗯 这不是我头神吗 他在干嘛 不是因为当时我打晕了他 想找我报仇吧 好歹他没看见我的脸 还有就 嗯 都不认识 小心 柳师弟 你又差点伤到人了 小心点 啊 不好意思 他是谁啊 他是失误师弟柳林 你也看到了 他的运气不太好 缩刀之处 废砖落实 他擅长铁口神断 但是 功力尚且 所谓言之糟糟之事 往往都是做的 嗯 那不就是个顶级东来嘛 小语师弟 嗯 我来世特意通知你 因为你没有灵力 所以被分为外门弟子 负责看管藏金阁 记得去发到 啊 藏金阁 这种地方 一般都是电视剧里的藏宝之地 也许 我能在哪里找到回家的方法 好 哇 好有活力哦 这一届的新弟子 素质都不错 特别是那个叫一小小的 居然是罕见的冰零双铃根 直接被师叔说做那门弟子了 师兄 你好像心不在焉的样子 是不是还在想那个救命恩人 依我看 此人应该跟魔术有关 藏金阁 哦 这就是我以后工作的地方了 嗯 你就是宗门派来看守藏金阁的新弟子 你就是小雨师弟吧 呃 不不不不不 老人家您可千万别这么教我 太遮授了 您这把年纪 我看见您都忍不住想扶您过马路 胸前护礼金都更鲜爱了呢 小师弟 你真爱说笑 你等着啊 我给你掏一件老宝贝 老人家您死中 我可不想看你什么宝贝 你找到了 藏金阁的村官玉牌 是这个呀 还有什么呢 吓我一跳 以后看守藏金阁的重任 就交给你了 我呀 就可以毕业下山 娶妻生子喽 奥里给你了 我去生孩子去了 小雨师弟抱着 不愧是乡心这样 这看见年纪吧 怎么跑起步来 比穿的雅典公主皮肤的雅典娜还快 第一次 雅典 嗯 什么声音 这不一小小吗 她旁边那个女孩是谁 哦 好像是那个追大师兄的年轻女孩 夏雨云 哇 我要看下山直播了 大师兄的房间 大师兄 我 嗯 她们在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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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脸红是吗 我 平白无辜 天天往大师兄房里钻 你那点心思以为我看不出 大师兄呢 快来救你老婆呀 凡人 就是夏季 你 武师兄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这凡人不懂规矩 我正要教训他 嗯 怎么是这个臭病男武师兄啊 我在的地方轮不到你管事 听说你有难得的冰雷双鸣感 我想见识见识 哦 对啊 约可里说 这个男二号武师兄 帮女女主解围了 然后对女主见生情愫 就是这个地方了 身为凡人 却魄力被视为内门弟子 不简单哪 嗯 谢谢武师兄 都是师父台 嗯 什么双鸣根 上不了台面 看在你是同门师妹的份上 我再告诫你一句 凡人之所以有鸣根 是因为祖上和修士通了婚 说到底 杂肿就是杂肿 血统不纯 修论不出什么面 趁早放弃 我看你怕不是癩蛤蟆嘴里 含了金刚钻 这么臭屁有毒蛇 我该你一辈子单身的 有毒蛇 完了 我以为我在来看电视呢 吻了肚子 我说的就是你 你给我在这儿好好反省反省 听到没有 不敢呀 烦人 是是是是 是挺烦人的 一点儿修为都没有 凭什么留在我们天道中原 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臭屁男 你一想想你就救 我你就见死不救 你怎么那么双标呢 我是烦人我救 况且你五十九也不是什么称重 你也不知道 你说什么 你找死 没想到他能听到尊严五师兄 竟然还有捆绑这种屁啊 还敢嘴硬 真不怕死 好疼啊 等会儿 我为什么会疼呢 我不是可以掌握 我遥不尽的女人吗 难道说 我在这个时间 我也会死 我也会受伤 不要啊 妈妈 我要回家 五师兄 教你放回小玉师弟吧 五师兄可是高贵的龙族血统 最讨厌的就是这种 不纯粹的杂根 敢污蔑五师兄 住手 大师兄 是来讲我的吗 我来给小玉师弟送灵兽沙发 没想到居然看到这样 五师弟 你这是在干什么 我的事不用你管 本来以为 我在这儿能当上帝的 没想到 我差一点丧命 求救了 让我回家吧 我就不信邪了 再是最后一次 关机 回家 嗯 什么情况 还是不行吗 你冷酷 你无情 你无理取闹 我无情 我无理取闹 我无理取闹 大师兄 明明使你更冷酷 更无情 更无理取闹 嗯 我在说什么 你弄得我神魂颠倒 现在你却到达一趟 我的小心脏 五师弟 你最冷酷 最无情 在我里取闹 你少拿这些话来吓唬 大师兄 跟我去生死牙决一死战 你敢吗 杨空琴 你不要搞事情了 现在我可以肯定的是 关机剑是回不了家的 只要关机 就会传戏 天道松月门规 一百三十六条 禁止通门相残 我看你就是不敢 还有 那个砸碎 你护着他干什么 我本来都已经不生气了 你竟然突然咳我 看来 我真的是要给你点颜色俏俏 今天就要你好好尝尝我的 王氏爆裂大金拳 你还要多宁神修炼 尽防 武师兄 你的眼睛 我眼睛怎么了 烈身 到底是谁 来偷袭 来骗我们一百多岁的武师兄 又是魔祖 又是魔祖 稍等一下 不是魔祖 这是普通的王氏爆裂大职权而已啊 无声无息 移行幻影 小乘大剑 大师兄 你好文采 此人的武功 可能在张老之上 有可能 没有这个可能 可能只是高手出于体点 想让武师弟以后谨言慎行 我们紧密关注宗院各处 散了吧 小语师弟 我替武师弟向你道歉 你早点休息 嗯 辛苦了 多亏大师兄 多亏大师兄 折腾一天 累死我 嗯 还好有沙发可以睡 嗯 哦 满血复活 藏金阁的宝贝们 我来啦 哇哦 藏金阁 啊 啊 这就是个横爹的道具库吧 嗯 有动静 啊 丑比南 他三更半夜都在这儿干什么呀 这是 这是灵堂 还是拜堂啊 晚辈是天道宗院五弟子萧天愚 听不清啊 遥控器 是天雪法宝 今日在此处 前辈小惩大戒 可晚辈不知何处得罪了高人 请说晚辈一拜 这是在拜我啊 晚辈在此施法不振 只为寻求前辈的气息 绝无他意 臭屁男半夜三能敲敲在这里拜堂 原来 是把我认成高人了 晚辈还特意准备了各种上品灵果 只求前辈现身一剑 哎 我是高人的话 那这些好吃的 是不是都是给我准备的 哇哦 那我就不客气了 好 臭屁小小五 不过 看在你准备了这么多好吃的份上 我就先原谅你 今天对我做得过分的事 这酸中带甜的口感 在舌尖上爆酱 这味道 不禁让我想起 我在阳光下的奔跑 那是我绽放的青春 我 我怎么突然也想哭呢 洋葱 怎么会洋葱呢 这不服设定啊 完了我可好像能懂得这么见 哎 这感觉 感觉马上顶着铁桶的僵尸 就把上人出现了 我都不能护卫呢 快来护驾呀 不行我小雨 别想想这些没用的 我赶紧想个办法呀办法 难道是 前辈 你哪位啊 你只要这样我会很害怕的 这八月中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了 前辈 前辈 您真的来了 你给我送着 好的前辈 我去啊 这么听话 你闭上眼睛 本先要整理一下仪容 你不方便看 好的前辈 这话突然这么听话 我有点不适应啊 没想到 这臭屁毒神的小鬼也有今天 既然如此 就让前辈我陪他玩了 好了 睁开眼睛吧 说吧 找本先何事 晚辈想拜前辈为师 拜师 不行 没戏 前辈留步 前辈若是质疑晚辈的决心 可尽情地试炼晚辈 若晚辈通过试炼 就请前辈使我为徒 教我您的高深的仙法可好 试炼 嗯 前辈的任何试炼晚辈都可以接受 哦 什么试炼都可以吗 嗯 前辈 请狠狠地试炼我吧 哼 在预告里 这个臭屁肖小五 是大师兄最大的情敌 但是大结局又是大师兄和一小小走在了一起 如果 我让他当着女主的面来个大型射死 这样三角链就少了一脚 是不是就可以更迅速地进入大结局 我就可以赶快回家了 嗯 试试看 好 那本仙 明日就让你好好的献个言 啊 不对 好好的试炼 试炼你 小五 听好了 这试炼呢 一共有三关 第一关 双 马 尾 好的 前辈 什么是双马尾啊 这你都 这你都不知道 你靠近些 我告诉你 双马尾就是 懂了吗 原来如此 厉害厉害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飞来恒火 谁敢笑 醉风死 我师兄这个发型 是有什么讲究吗 嗯 哦 最小 我把你引救化了 我笑了 我什么也没看见 武师兄怕不是中了邪了吧 我们要不要去找大师兄看看 武师兄看起来不对劲呢 好 命中注定的结束 灵灵啊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好嘞 大师兄保证 为什么我说是命中结束 大师兄反而放心了呢 前辈 你一定知道 我这奇特的造型会引来关注 所以用这个来试炼我的忍耐力 不愧是你 不愧是你 你不说我都没想到这些 嗯 小五 你准备好接受新的试炼了吗 准备好了 第二关 他朝任他朝 清风拂山小 他笑任他笑 明月松坚照 你不用明白 只管说好 好的前辈 我会给你一个叫蝴蝶结的法器 明日你戴在头上 祝你修身养性 记住 面对他人的任何反应 你都要做到平心静气 不可以生气 算了 你们想笑就笑吧 不是说 他雕业太好笑了 你们在说什么 要你管 你 你什么你 我 我什么我 行 今天我不给你激情 我 古师兄别着急走啊 抬头挺胸 姿势要美 我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好想回家 不知道那边的世界 有没有发现我不见了 虽说我是叫咸语学长 但咸语也想好好毕业啊 我的毕业作弊还没写完呢 遥控系上这两个剑我还没用过呢 搞不好能穿越回去 试试看 居然可以凭空投屏 厉害了呀 原来就是正常的快进快退呀 怎么白天黑夜都是这个臭皮囊啊 完了完了 我忘了 等会儿 他是不是还在等我呢 晚辈经受住了考验 我猜前辈一定是想锤炼我忍辱负重的能力 前辈高明 小五 你做得不错 接下来这一关就是终极考验 我可是为了你翻遍了整个藏经阁 把压箱底的上古战衣都给找出来了 嗯 这五师兄是不是走火入魔了呀 大师兄近日不在院内 姿势体大 那要不要禀报长老 今天我来教大家练功 不仅要释放天性 更要帮助同门师弟师妹共同进步 小五 格局要打开呀 师兄 我 我好害怕呀 五师兄不会是被魔教夺赦了吧 别瞎说 大家跟着我做 广播体操大法 他们这是在干嘛 一 二 三 都愣着干什么 我说什么你们就说什么 我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听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七体做火入魔吗 我要不要去找大师兄 趁着小小来看 我要趁热打铁 一 二 二 三 就让大型射死来得再猛累些吧 看看这一次还会再有什么剧情 七 八 七 二 三 开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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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在家 别躲在里面不出声 快点开门啊 快点开门啊 大家继续再来一次 很好 不错 这大师兄才不在几天呀 这五师兄怎么就这么放为自我了 大师兄 我好想你啊 赶紧去向摩帝大人回报 你在哪里啊 参见摩帝大人 麦奇 天道宗院的事 办得怎么样了 回摩帝大人 我叫麦奇算了不重要 唯有一技 可以打败整个天道宗院 而其中的关键 就在他们的大师兄身上 这点小事 就按你的意思办就好了 我要的 可不止这些 是 主下听命 可算是糟了 装目作样摆半天泡子 还挺累 上季度财报有点难看呀 哎 没想到 小五有这么安静乖巧的一面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看看后面的剧情 他发生了什么 母亲 这是 小小五 鱼儿是从哪里采到这些花的 那人是我让它长出来的 母亲您看 鱼儿 你 你是木鱼干 母亲 女王已下令 母亲 驱逐龙子萧天瑜 即可出宫 母亲 母亲 原来 小五的童年这么惨 怪不得他那么好强 掌门可否收他为妥 龙族女王的孩子 却是一个木铃根 真稀奇啊 你 我才不是那个女人的儿子 我才不是那个女人的儿子 我是石头里蹦出来的 臭老头 我 呵呵呵 此次心结太深 心结不解 触定无法突破金丹 还是 他还在等我呢 奇怪 是我跑得太快的心痛 还是我的良心在痛 恭迎前辈 不好意思 萨小五 让你久等了 恭迎前辈 这是我为前辈准备的天灵果 前辈你知道吗 今天我带他们做了广播体操 确实很久都没有这种 豁然开朗 释放天性的感觉了 前辈 我现在感觉 我整个人都是通透的 前辈高明 良心啊 看来是该快刀斩乱麻了 这天灵果很珍贵的 整个宗宴也没有几个 这礼物 还是萨小五你自己留着吧 果子再珍贵 也没有我和前辈的师徒情依贵 请前辈收下这份心意 萨小五 在哪 前辈 本仙 就要离开 离开 前辈是要去哪儿 为什么呀 难道是小五做得不够好 让前辈失望了吗 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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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一个一个都要抛下我 小五 我就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月儿 这生意是 即便被你怨恨 他只要能保住你性命 我也愿意 王妻 王妻 您怎么会在这儿 你是我唯一的儿子 迟早要继承王位 成为龙族新的王 但你是木铃干 而非龙族一脉的水灵干 所以 族中的长老 一直想要除掉你 我只能将其救济 将你送出龙宫 让你在另外一个地方 可以长大成人 待你成年归来之后 我会为你准备盛大的登基仪式 母亲 空的 是幻术 鱼儿 你是我最亲爱的孩子 你也是龙族 未来的王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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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天宇 龙族女王 熬育新之子 怨恨母亲抛弃自己 心结难结 修为因此停滞不前 前辈 您还在 小五 你并非是修为不够 而是心结未解 所以才至今 会能突破金丹之境 但是现在你也看到了 你的母亲 一直深深地爱着你 她并非是有意抛弃你 而是在变相地保护你 刚才的幻术 都是前辈使出的吗 是我 但并非是幻术 而是 真实的未来 哎呀 其实刚刚十三集的剧情 我只能给她看这件特写了 要是再往后的话 镜头也都有她出现呢 这搬出来 还不得给她吓死 未来 是的 在未来 你的母亲会亲口告诉你 她有多爱你 但其实那时候 龙妈已经被小五 伤太重了 活不了多久了 希望我这次透露剧情 能改变这个悲剧吧 小五 你经受住了这次的考验 但是 我已经为了这个考验 付出了太多 我要闭关修炼了 我走了 前辈 小五 你这是干什么 前辈 师父 谢谢你 小五 前辈这次为你窥探天机 大伤缘气 要去闭关好久 我们不能再见面了 这是晚辈为前辈准备的 上品提灵国 请前辈笑纳 不行 这东西太贵重了 整个心电都没有几刻 我不能收 请前辈一定笑纳 不然 我无法安心 好吧 你打开它 我拿一颗 小五 你要记得 打开你的心 去感受这个世界的善意 还有 不要再欺负弱小了 前辈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还能再见 还真有点舍不得 整个人乖巧笑纳 小语师爹 听说武师兄最近晚上会去会见一位武功高深的大前辈 他在干吗呀 不知道 只是听说他前几日的反常举动都跟那位前辈有关 他很是敬重那位高人呢 说起这件事我良心就得痛 说曹操 曹教就出现了 看他失魂落魄的 没心不忍 还是不要骗他了 哪有什么大前辈啊 那个人啊 芭城就是个骗子 咱们武师兄啊 肯定就是被骗了 小语师弟你声音太大了 说什么 小语师弟小心 奇怪啊 我没有按照停啊 他们停了 前辈说了 让我不要欺负弱小 所以今天算你走运 多亏了前辈我才能入金丹镜 但前辈可不是骗子 若你再敢诋毁他 我不会再忍 我会把你死成碎片 好了 武师兄 对不起啊 我下次不会了 拜拜 之前伤了你 对不起 你们听错吧 武师兄竟然会道歉 武师兄 你得跟我道歉吗 我道歉了你还笑 我警告你 你可别老神仙吃皮霜 嫌自己活得长 好了 武师兄竟然跟我道歉 我感激得不得了呢 拜拜 这小子的身相 他怎么跟前辈差不多 我在瞎想什么 他怎么配跟前辈 也不得了呢 我以后 我以后在小伍面前 还要演一个金芬 拜托 我是学音乐的 又不是学表演的 老口疼 大师兄 我查了名册 王小语确实是名女弟子 好 知道了 不过 在我们先进室那是女 有那么重要吗 难道 你就是我的命中注定之人 不理我 讨厌 我 武师兄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真的是女生 好端端的 问这个干什么 大师兄今早说的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害得我以为 这些天自己有问题 害得他以为有问题 他在说什么 说起来 你为何要假扮男弟子 大哥 你有没有搞错啊 这是我三辆班的吗 是你 你先不由分数把我抓过来 然后呢 你们天到宗园 又死回要把我留下来 接着又给我找了一份 男校粉不说 还把一个男弟子 变成乳乎花来吓唬我 我问你 要你你敢吗 他这事干什么 难道 我有话对你说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一切 我 我想 什么情况 他是要表白吗 我还没准备好呢 我想见前辈 我告诉你啊 你这种行为 虽然不犯法 但是 不道德 我是你前辈的门头吗 你说要见我就要得 你见啊 小小五 你不许用这样脸色看我 太犯规了 被他打败了 要不要配合演一下 前辈 前辈 是你吗 前辈 昨天晚上通宵了 所以现在真的不叫 不方便打扰 有事的话请留言 前辈就这么不愿意见我吗 你要犯规了 好 请你转告前辈 我一定会找到办法 救你们两个 什么意思啊 相信我 你 这孩子没救了 原本只是腹黑毒水 现在变得神经兮兮的 好好的一个人哪 就是缺点脑子 臭皮小小五 我还以为他要跟我说什么呢 没想到 心里只有他那个前辈而已 气死我 他现在就是没有女朋友 他但凡有个女朋友 他今天都是送命题材 算了 陌生计陌生计 气死病来无人提 小语 小语师妹 小 人哪 这是 他后来怎么说来着 沙发不是宠物 是座脊 坐坐视视 音乐沙发正在启动 什么声音 凝眠的风 让我张出翅膀 是 小语师妹的歌声 蛮好听的吧 让我看尽风光 看来这次的红顶之争 有新人了 小语 原来你在这儿啊 你怎么不穿弟子服呢 大师兄请你过去 我这不刚要去零星校服吗 大师兄找啊 他找我干嘛 你去了就知道了 那 那五师兄在吗 都在就等你了 走 哇 这就是大师兄和五师兄 我来了八年了 第一次看到他们本身 我好幸福啊 哇 他们这是出发去红顶之争吗 肯定是啊 红顶之争是每年明天正在最大的赛事 哇 好想去现场看哪 可是那个新票票抢票系统太差了 根本抢不到现场票 还是等着用这个预解单点付配看直播吧 好像今年要音乐斗法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比啊 不管怎么比 肯定都是我们天道宗院赢 天道宗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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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一定是好命 说不定是去当宗院 小师妹虽然刚入宗院了 但是天姿聪颖 是少有的冰雷双领根 实力非凡 另一 另 笨蛋 磨磨蹭蹭 另一位呢 则是我们的小宇师妹 精通音律 今日早些时候啊 我去她看馆的藏经阁 里面流出美妙的音律 女鹰三日绕上了 所以这次红顶之争 小宇师妹 将是我们的秘密武器 鼓掌 我 我又不能打 都发现众果干什么呀 你们看起来 也不太像是 却都会被那人 天道宗院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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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我明明记得 原剧情里 红顶之争这一段 有着很是凶险啊 我都不想一年早逝 天道宗院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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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宇 你还好吧 这刚传送下身 你就这样了 你以后可怎么办啊 这感觉 简直彼此 简直和 不 是彼此过山之亥 笨蛋 一个凡人 参加什么红顶之争 趁早回宗院去 你以为我想参加呀 臭小物 我最讨厌你 你们两个好了 武师弟说话一贯如此 小语师妹 不要放在心里去 余木颜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虚伪 小语师妹请放心 此次红顶之争 我会保护好你 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 我也会保护你的 嗯 走了 一个个磨磨唧唧的 要飞到什么时候啊 不用阵法了吗 他都这样了 用什么阵法 飞着 让他缓一缓 看什么看啊 我尽量飞慢点 别吐我身上就行 臭小物 刀子都不行 离开天道宗院的 辐射圈之后 逆风快运的法阵威力 就会大大增加 他们下一次传书 将会成为我的第一个抓手 这里 这里将会是我的 第一个引爆点 改变路径 不要让他们前往红顶 不愧是摩帝大人 您说话 永远是这么莫测高深 只是属下不才 只听懂了最后一句 我们必须打破 天道宗院的壁环 麦琪 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属下 仔细领会精神 爹啊 咱赢为啥每次都抛能源来勘采啊 嫩帝不是想再见一次神仙吗 你不拙 三十年见啊 嫩帝 你可别说了 天天神仙神仙的 按着楼楼都挺起尖子了 一会儿神仙也没见住 你你狭扁了吧你 鬼损儿 那爹叉肉说过瞎话 爹 这傻里咋有个小泥啊 整理拐好看 泥儿 泥儿 你在谁这儿了 泥儿 无休呢 我怎么在这儿啊 是啊 泥子会在这儿了 这黄角夜灵了 这又浪啊这又 你可得挡着弦来 哦 谢天神 不过 我咋听着你们这口音 弄瘦啊 瘦 小月云 你醒了 这 我看你一路上睡得很熟 就没有叫醒你 我们已经到了仙山宗 想要去红顶 必须使用法针传说 法针已经准备就绪 两位师兄特意来接你 那小小呢 他和夏师妹 已经在传送殿等候 小语师妹 我们走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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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了大叔 拜拜 闲人哪 哎呀 我那个酿了 嗯 实在不行 大师兄抱我吧 哎 你离大师兄远一点 为什么 我不喜欢 你吃醋了 怎么可能 我明白 哎 你这么说 无非就是因为 你不想让大师兄 知道你那位前辈的存在 你还不算笨 放心吧 我会帮你保守秘密的 你那个乱糟糟的心里啊 就只知道你前辈 虽然我确实关心前辈 但是让我心里乱糟糟的那个人 一直都是你啊 大师兄 小语 啊 嗨 完了 这剧情彻底歪裸了 就不会来了 你小小的眼里 完全都没有大师兄 不用紧张 我会拉着你的 很快就到了 大师兄 我也紧张 我也需要被拉着 做错CP了大师兄 你灵被是小小 你拉下一云干嘛呀 好想把你们的手勾开 也不知道这红领长什么样 好期待啊 我掐指一算 我们很快就能顺利到达红领 哦 得 柳林师兄 您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你们看到瘴气了吗 还是只有我能看到 不好 有人破坏法阵 列阵 小语 预备 走 啊 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过那都是从前 那现在呢 现在孩儿已经明白 您是为了保全我 才强忍生理之痛 把我送到天道宗院修行成才 这份恩情 玉儿铭记于心 宜儿 宜儿 都已经长这么高了 且心如铭记 世事通透 真是难得 孩儿也是受了一位高人点拨 才能明白这些的 并因此突破了金丹境 当真 那这位高人陷在何处 娘想当面置些 牡上 这次我回来有一事相求 还请牡上成全 你是好人 竟敢擅闯龙宫别院 这是龙宫别院 这不是红顶吗 装疯卖傻 你看就是魔教派来的奸细 大哥 我们才初次见面 无冤无仇的 你别误蔑我好不好 谁是奸细 鬼鬼祟祟四处偷看 肯定有问题 先押入水牢 再回去禀报 你们这是去打成招啊 放肆 殿下 殿下 这位是我的贵客 你们的命不想要了吗 小五 还好你也在这儿 少主殿下请恕罪 我们不知她是少主殿下的贵客 罪该万死 我一直在用玉剑关注你 只是很久没回来 得先见母上一面 才好带你去 想不到 他们竟然敢拦住你 抱歉 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师兄他们呢 魔教在法针上动了手脚 我们为何会被传送到这里 我也在查玉 巧的是母上也刚好 回到这里小住 正好 我也想带你回去 见一下我母上 带我回家干嘛 你们这儿也流行见家长啊 你这是什么眼神 我脸上有什么 没有 没有没有 就是 心脏型 还挺好看的 走吧 我带你去见五母上 可能 她是唯一一个可以帮助你的人 帮我 她能帮我什么 她能帮我回家吗 龙宫 难道五师弟和小雨师妹被带到了那里 原本我以为是魔族在法阵上动了手脚 恐怕动法阵的是五 我掐着一算 经过此事 五师兄跟小雨师妹 肯定分到阳瓣 我去趟龙宫 把他们带回来 我们一起去吧 不 此行会有危险 你们不必一起涉险 可是 好了 还要硬战红顶 你们先去准备 你别扣了 好了 我的掐指又不是扣鼻 母上 这就是我跟您提过的小雨师妹 这就是龙吗 您就是五师兄的母上大人 好年轻 好漂亮啊 柳洞将至 我是不焚者 泥铃女王 大草原上的卡丽西 以及龙之母 忘了 此龙万非彼龙了 我就不该看那么多电视 对不起啊 女王陛下万福 孙上大人吉祥 好有意思的女孩子 难怪鱼儿对你如此上心 小雨不必多礼 你就随鱼儿一起叫我母上吧 这 这不太好吧 难怪鱼儿着急册封 想来 是想尽快给我们小雨姑娘 一个太子妃的名分 母上大人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误会了 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还没同意呢 搞得跟我很远使 误会 什么误会 我连小龙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你们二人彼此有情 我是不会看错的 母上大人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前辈和小雨 现在共有一个身体 十分危险 我要求册封 是想学只有太子 才能学到龙族轮回秘书 来救前辈的性命 共用一个身体 可她看起来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孩子 感觉不到高人的气息啊 母上 前辈确实计设在 小雨姑娘的体内 可能是睡着了 所以感受不到吧 果然 你担心的 永远都只有 那个不存在的前辈 对不起 没有什么高人 我之前才搞错了 村上大人不必放在心上 我先告退了 你去哪儿 我消失了这么久 小小和大师兄 一定很担心我 我先走了 小雨 母上出队 儿臣先告退 我的鱼儿啊 可真是长大了 魔帝大人这招 真是一石二鸟 属下佩服 这样一来 竟可使天道宗宴的弟子之间 出现嫌隙 破坏他们的红顶之战 二来 我们借此举渗透 一举垄断 龙宫海域内的海鲜原产地值送营 如此这般 产业生态的二次升级 就指日可待了 明白 属下这就去龙宫 把这水再搅混一些 记住 凡是依托方法论 朝准抓手 直击痛点 再两话结果 是 属下本来是明白的 但是现在有点迷糊 但您放心 属下一定尽力而为 你怎么跟个刺屯一样 说扎摩就扎摩 喂 你才是海里仙人掌呢 你就是个没心没肺的小龙人 我一心想要救你 你能不能对我好一点 你拉倒吧 大哥 你自己想救谁 你自己心里还没点数吗 笨蛋 等我救下前辈之后 母上大人说的是 你考虑考虑 可燕 你怎么咋把死我呀 这是少主殿下的寝宫 少主请姑娘在此歇息 少主册封完大典后 有钥匙与姑娘相伤 你这是在变相表白吗 变相表白是什么意思 就是 就好比你喜欢一个人 你就是不知说 非要拐弯墨角 闪烁祭祀 寒山摄影 借古逢尽人来表达你 我喜欢你 王小语 我喜欢你 你确定 你喜欢的不是前辈 你们两个我都喜欢 你们两个我都要救 我救前辈是出于恩 我救你 是出于情 我这么说 你明白了吗 突然好想唱歌 突然间进了一次院 跳进了神仙的世界 周围的一切都好耀眼 踏踏踏踏都法力无边 唯有谁波动我新鲜 最幸运是有你在身边 唱什么呢 这么开心 没什么 我看 我心思这不是快到红领之争了吗 你们带着我这个突围屏 肯定是欣赏我的音乐才华 所以现在我趁着有时间 赶紧多练习练习 你什么时候这么上进了 人都是会变的嘛 你不也在变吗 对了 你不是去参加策封大典了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没有什么比救你更重要 人命关天 救人要紧 小五 没有那个 没有什么前辈 我是骗你的 从来都没有什么前辈 小五 没有那个 草总 我失败了 什么情况 难道失败了 拜托 春月已经够够的了 现在加码个灵魂呼唤是怎么回事啊 师兄按不按剧本来 我本来已经不在乎了 只是拜托导演 你能不能不要搞我啊 大哥 我都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根本就没有什么前辈 你怎么不听人把话说完呢 现在要怎么办 小语 你先别紧张 我问过母上大人了 若是灵魂玻璃失败 也并非无法可解 母上大人 送了我解咒四字真言 什么解咒四字真言啊 多喝热水 龙妈 你是认真的吗 我们现在这样到底要怎么办呢 天子不早了 你早些休息 为了避免遭人怀疑 你呢 就是这间房 我去隔壁的房间 晚安 安安 我先警告你啊 你不准对我的身体 做奇怪的事情啊 小语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我是那种人吗 我不过就是慕格玉 换身衣服 就睡了 你还洗砸换睡衣 你不许去 糟了 要弄馅了 这是什么 你太大声了 我耳朵倒有笼了 还给我 还 拿什么还 本宫 本宫 就是看不惯 你这份红妹的样子 让你还你不还 贱 就是交集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话 你先还给我 我再给你解释 这是 前辈的法术 这不是前辈的法术 这就是前辈 此话怎讲 算了 我就给你摊牌了吧 这个东西呢 在我们的世界里 就叫做遥控器 是一个很平常的东西 但在你们的世界里 似乎叫它法器 法器 你所认为的那些前辈的神迹 都是我用这个东西控制出来的 在你所在的世界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呢 来自一个 特别平常的世界 那里的人不会飞 也不会法术 而我呢 就是一个普通的寻音乐的大学生而已 大学生 那是什么 出自和门和派 就跟你们的宗门弟子差不多吧 也分成绩好坏 门派嘛 有 985 还有 211 几百个门派 几千个专业 我这么说 你明白了吗 一知半解 困了 你就别问了 反正 根本就没有什么前辈 有的 只是我这一个学音乐的咸鱼而已 好 我不问 我去睡觉了 你不许走 我看着你睡 哪都不许去 有这个必要吗 好 那是 你摇摇 我去睡觉了 我去睡觉了 我都不能睡觉了 我去睡觉了 我就会睡觉了 那是我吗 我去睡觉了 我能听到我 praying 什么情况 谁在摸摸 你谁啊 太子殿下 今夜由我来服侍殿下 为龙族延续血脉 别这样 妹子 你好好坐着 我们说会儿话 你刚才说的服饰是什么意思啊 讨厌殿下 你想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想如何就如何 殿下 人家累了 我们结束吧 舒服 再来 好殿下 人家好累啊 我们休息吧 不好了 今天有裂缝 龙空出现胀气 一起结杯 胀气 难道是魔族入侵 我得赶快去找小五 小五 小五 好重的胀气 小雨不见了 难道魔族是冲她来的 小天宇 你要冷静 不难推测出他们的目标不是小雨 而是 所以你一定要冷静 否则救不了小雨 还会步入魔族的陷阱 小雨 你在哪里 不好了 今天有裂缝 龙空出现胀气 一起结杯 我变回来了 小雨个孙子 你说了不换我衣服的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醒了 想要对你做什么的不是她 是我 美琪 龙空这端 我记得预告里没她的血 彻底乱套了 这件衣服 还挺适合你的嘛 关键时刻还得看我的法宝 糟了 也要跟下小五呢 美琪姐姐 你看我穿着这样 我也干不了什么 我就是一个 人术无害的小可爱呀 你就放过我好不好 你是很可爱 我也不舍得对你作声 我就是来成全你和那龙太子的好事呀 真的吗 我不信 接下来 我会问你几个问题 你可以随时合适 看你给我 分叉 你自己说的话 你自己相信吗 你真的希望别人过得快乐吗 你干了那么多坏事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当然了 你找死 妹 姐姐姐我我我我就是吃了一食口肉之宽 你你也长得这么好看 你再让你不计小人过 放过一套吧 嗯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真想陪你好好玩一玩 嗯 但是眼下绝对不行 嗯 嗯 你给我吃什么 这是心魔之种 暂时存在于你的喉咙里 对你没有伤害 只是封住了你的声音 封我声音 你是海里奥奥老妖婆吗 但我们不是小美人鱼啊 但是对别人 可就不一样了 对你有感情的人 就会催使它生肝 发芽 再少的感情 它也会被无限地放大 到最后 变成了心魔的化身 知道吗 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最大的幼儿了 只等着大鱼上钩 这是什么 这是龙宫嗜醒专用的物事意 封上了它 你的气息就会被改变 你身边的人就会认不出你 我倒想看看 这萧天愚 找不到王小语 却又在床上 看见了长老费尽心思送来的 侍寝少女 而且她又与你有几分相似 你觉得 她会做什么呢 小五 我这是在哪儿 魏琪 魏琪 魏琪你出来 你把我带到哪儿了 刚册封就给我送侍寝的过 小五 这帮长老为了稳固自己的势力 还真是努力啊 真的让不出我来啊 这身形倒是跟她很相似 但气息却完全不同 是因为这物事意的缘故吗 对对对 你说对 不可能这么简单送回 此事必定有差 难道龙族长老丧心病狂 已经与魔族串通一劲 千万不能答应 你为什么不说话 是施了术让你说不了话 怕声音不像露馅吗 小五 小五 你个笨蛋 快把把这个东西拿掉 看不清又说不了话 很难受啊 这臭脾气倒是跟她很像啊 按照龙族的规矩 我一旦接下这物事印 就代表我认定了你是我的太子妃 可我要是不接呢 我倒还真想看看 你这物事印下的眼睛 是不是跟她的也很像 你们真的太像了 像得我差点都信了 你就好好在这儿待着吧 小五 是我呀 若你是她 待在这儿会很安全 不要丢下我不要 若你不是她 魔族必定会有下一步动作 我倒想看看 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你看你看小五 这动作你熟悉吗 是我啊 小五 小五 脏气浓重 果然是魔族高贵 正好最近在练习傀儡书 既然这样 那就以奇人之道 还至奇人之身吧 主人 追随魔族气息 找到的 记住 务必保证她的安全 遵命 用心魔族转做钩子 在龙宫别院布局试点 同时配合逆风快乐 形成一套产业组合拳 嗯 Maggie 你终于学会做价值转化了 真令我欣慰 有人来了 是谁 小五吗 要找的人 就是她 你是谁 魔族 这东西不好处理啊 别怕 小语师妹 是我 大师兄 大师兄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而且我这个样子 小五尚且不敢确定 他却那么笃定 太可疑了 这肯定不是大师兄 这一切很难解释 第一次见你穿女装的时候 在行柳居 你跟我说你叫小翠 还记得吗 真的是大师兄 师妹 我是来救你的 我知道你现在不能说话 是因为你的喉咙里还有魔种 我帮你把魔种引出来 放心 我不会成人之危的 不行 妹姬说过 这东西会在别人那里长成心魔 我不能伤害大师兄 只有无心无情的傀儡 才可以封印这心魔之中 我帮你把它引出来 并且封印它 请你相信我 我不是本地 你不用担心 憋死我了 大师兄 是你们大师兄 谢谢你啊 你怎么知道来这救我的 根据魔族的作派 这并不能在 我人有诈 找死 小五住手 那是大师兄 这个声音 难道 小语真的是你 笨蛋小五 你为什么伤害大师兄啊 他是来救我的呀 大师兄 嗯 他不是大师兄 怎么可能 你瞎呀 那个人充满了魔族的瘴气 他绝对不是大师兄 可他刚刚 明明是来救我的呀 魔族到底想干什么 小五肯定是弄错 那个人肯定是大师兄 小语 你醒了吗 我还是觉得 救我那个人 我还是知道 我才能脱脏 也是 这家人 是 是 他 就是 他 我 是 我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真的不考虑跟我完婚啊 你给我 完了 我这上个啥了 之后又要变成什么 我最最讨厌的 就是你这种自诩正义之辈 自以为品行高级之人 就是你这种 总以为做点好事 世界就变美好了 大傻瓜天真白 我 我在说什么 怎么听起来有点耳熟啊 糟了 武师兄 好像黑化了 果然傀儡抽身太痴 已经凡事本体了吗 不会的 我绝对不会被影响的 盆以为调到的 会是萧天愚这条小泥鳅 却不从小 这落网的 竟然是堂堂天道宗院的大师兄 你说 这是不是意外之喜啊 你以为 魔虫能伤得了我吗 伤你 我可舍不得 小语 大师兄 那就说定了 等红顶之争结束后 你给我回趟龙宫 把事办了 那龙妈 不是 母上大人 什么时候百嫁回龙宫啊 魔族在别院生事 他担心是声东击西 今天就回去 小语师妹 五师弟 大师兄 果然是你 大师兄 谢谢你啊 那个时候多亏有你救我 小五真是个笨蛋 连我都认不出来 不过 后来那个魔虫怎么样了 有没有影响啊对你 我很大 你怎么在这儿 你们两个不见了 我作为你们的大师兄 自然是要把你们平安带回去 这是我的责任 你怎么知道他是谁 难道说 你有魔族内线 小五 你这话就过分了 要是没有大师兄 把我把魔种弄出来 我到现在还这个哑巴呢 如果五师弟 对小语师妹的关心 更理智和成熟一点 那么很快就能看出 那就是他 你 好了 大师兄 那个魔种后来 你怎么处理的 有没有事 对你有没有影响啊 我是用替身傀儡去救的你 并不是本体 所以吞噬某种的石碳 小语师妹 不要担心 嗯 时候不早了 红顶之争就要开始了 我们去修好的法阵 尽快过去吧 嗯 每年的红顶之争 都是天道宗愿夺魁 今年 也该让让行 红顶之争夺冠的组织 享有来年最新鲜食材的手握权 这对于我跑赢 生鲜冷练这条赛道来说 是重中之重 今年的冠军 对魔帝而言 如探囊取物 Maggie 这段时间来 你表现不错 收购前云门一时 你表现也格外突出 年底的绩效考核 我就给你一个 五颗星 希望你 再接再厉 那您终奖呢 嗯 谢谢魔帝 我会继续努力的 嗯 各位先友 欢迎来到 由小企鹅赞助 并冠名播出的 光年二零二二红顶之争 总职赛的现场 和我年一样 现场有我建祥 由我乔首 共同为大家现场播报 来了来了 大师兄 大师兄 慕言慕言 一往无前 慕言 一往无前 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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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平局呢 我们将进入加时赛 对 加时赛呢 是团体作战 由线上的一百零八位长老 拍灯投票 从而产生最终的年度总冠军 那么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啊 总决赛的现场多了一些乐器 这也是我们今年红顶之争 不同于往年的地方 今年我们不光有功法舞斗 还有音乐文斗 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闲友都非常期待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的比赛即将开始 见上的闲友们 你们的尖叫声在哪里 我们马上进入第一轮 首先上场的是天道宗院的夏义云 对战的是千云门的琪琪姑娘 两位的竞技项目是失败的 美美地让对方寸步难行者获得胜利 接下来好戏开始 天荒地牢 一人最好 一人最好 太劲爆了 五 四 三 二 时间到 赛心我出来了 让我们关注一下 长老们的打分情况 六十比四十八 天道宗院的夏义云师妹 获胜 那么接下来第二轮 即将是由天道宗院的武师兄 萧天鱼 跪阵千云门代表队队长 莫迪 两个人的对决 一定是一场敖战 请 我这法器在手 萧天鱼 有你好看 糟了 身体不受控制 古虎摩阴 萧天鱼 没眼看 萧天鱼 不受控制 可好羞制 不想 这样下去肯定要说 你再不停下这摩曲 我就让你停止呼吸 不知道这场会怎么拍啊 还能怎么拍 这边是跳舞要吐 那边是藤万风猴要命 肯定是武师兄赢啊 对啊 好的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这里是二零二红顶之争 总决赛的现场 那么刚才激烈的第二轮比拼 结果已经出炉 结果就是 平局 这还是总决赛有史以来 第一次平局 不知道连年冠军的天道宗院 是否还会蝉联 那么第三场尤为关键 是的 那么第三场比拼呢 是由天道宗院的大师兄 于沐妍 对阵千云门代表队 第一拳是马红虎 欢迎 大师兄 我有话对你说吗 嘿 大师兄 我祝你马到成功 心如风作如松 明月满弯弓 我掐指一算 我悬念之战 柳师弟我 左等大师兄满贯 耶 嘿起来好吗 大师兄 这几下罪 还不是补住呢 完蛋 看来 要准备团队秀了 行 行 行 剑刀石头布 不 剪刀石头不 剪刀石头不 这 怎么可能 这算是崩盘了吧 我们大师兄竟然输了 这一上一平一副 赶进那三场打了个 这打了个寂寞呀 大师兄 大师兄 你还好吗 大师兄 没事 刚才的战斗截止太不可思议了 马洪虎 一个名不见精壮的千云门拳师 居然打败了堂堂天道宗运的 大师兄 于慕炎 马洪虎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这一刻 他继承了拳师的国王传统 李连杰 成龙 红尽宝 犹如灵魂附体 千云门不愧 他的名字里带有一个门字 这次居然抱了一个冷门 让我们平静一下 马上进入我们 从来没有过的家实赛 请两队 围绕今年的一日主题斗法 展开殊死搏斗 接下来让我荣幸地宣布 出场的是 抱了冷门的 千云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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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欢迎各位回来 那么接下来呢 各位长老们随时准备投票 必要时可以爆灯 完了完了 这么不适合吃月之晚饭吗 难道我进行编排的节目 效果就这么差吗 长老们好严肃啊 票数一路走够 哇 好的 结果出来了 各位先有 延岛组院以一贯扎实的实力 获得了现场一百零八位长老的投票 最终 玩上监狱门 小羽 不愧是小羽 不 赢了赢了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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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五 赢了 小 小羽 你在哪里 看不到我呢 我在这儿 小羽 小羽呢 什么情况 难道我又回来了 小羽 这故事 还挺有趣 小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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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羽